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于长途跋涉十分疲惫的缘故 二人来到了最近的酒吧 准备在此休息一晚 可没想到这间酒吧 竟然不提供任何食物 并且墙上也画满了 各类奇怪的符号 显得异常怪异 杰克看了一会儿后 猛然想起 墙上的符号是用来驱逐狼人的 难道传说中的狼人 一直在这一带活动 为了确认这点 杰克装作不知情的样子 向周围的顾客 问起了这些符号的意义 问完后 酒吧顿时陷入了死寂 顾客们死死地盯着杰克与大卫 感觉就好像 二人违反了什么禁忌似的 随后众人还向他俩下达了逐客令 酒吧老板娘本想留住二人 但最终还是被顾客阻止 无奈之下 老板娘只好提醒他们 一定要走马路 不要走荒野 这与之前司机的提醒如出一辙 大卫本就不想待在酒吧 因为酒吧里的一切 都让他感到莫名其妙 因此老板娘的忠告 直接被他抛之脑后 此时天上突然下起小雨 每过多久 两人便听到了奇怪的叫声 并隐约看到了狼型生物 还没等他们离开 这些狼型生物就先一步杀向了他们 原来这里真的有狼人 狼人的战斗力太强 杰克很快就被狼人杀害 大卫挣扎力症后 也被狼人一找扑到 关键时刻 酒吧里的一众顾客及时赶到 用枪干掉了狼人 大卫因此捡回条命 大卫清醒后却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医生贺琪告知大卫 你和你的同伴刚才被疯子袭击 同伴因为受伤过重不幸去世 大卫听后疑惑不已 因为他清楚地记得 之前在昏迷前看到的明明是一只狼人 怎么眼前的贺琪却说袭击他的是疯子 大卫本想向贺琪解释清楚 但无奈贺琪根本就不相信他说的话 只当他是精神受创从而产生了幻觉 随后警察找到大卫 说疯子的尸体已经被找到 如果大卫有什么不清楚的话 可以问问之前在场的目击者 这下大卫更加疑惑了 我肯定没有记错 警方和院方很可能是想掩饰什么 但由于缺乏证据 也没弄清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卫便只好将计就计 假装相信警察和贺琪的话 在疗伤休养的这段时间里 大卫频频做梦 梦到自己光着身子在树林里奔跑 似乎是在寻找猎物 找到猎物后 大卫竟然直接将猎物生吃 甚至之后还变成了狼人 从开始做梦的那一天起 大卫就感觉越来越没有食欲 护士爱丽丝知道后 便开始单独照顾大卫 两人的关系逐渐变得亲密起来 某天已经死去了杰克 突然找到大卫 告诉他 之前袭击两人的确实是狼人 由于杰克是非正常死亡 所以灵魂受到了诅咒 变成了孤魂野鬼 马上就是月圆之夜 到那时 大卫体内的狼人血脉便会苏醒 要不了多久 大卫就会不受控制的 变成一只杀人不眨眼的狼人 这一切无可避免 所以杰克希望大卫 能尽早结束自己的生命 免得无辜者被害 大卫简直不敢相信 狼人随便抓他几下 他就会被感染 由于大卫心里实在不想死 所以只能安慰自己 眼前的杰克是幻想 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假话 叫来爱丽丝后 杰克果然瞬间就消失不见 由于大卫是穷游 所以没有住的地方 爱丽丝见此 只好将康复的大卫 带到了自己家 不出意外的 两人很快就发生了关系 完事后没多久 杰克就再次找到大卫 和之前一样 杰克依然在提醒大卫 快点自杀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大卫开始怀疑 自己是否真的被感染时 爱丽丝来到了身边 在爱丽丝的安慰下 大卫逐渐平静了下来 他再次暗示自己 杰克的存在只是幻想 另一边 贺奇出差时 刚好路过之前的酒吧 出于好奇 他走进了这间酒吧 打算询问一下 关于大卫的事 酒吧里的顾客 停后立刻表现出了敌意 之前面对警察的询问时 他们都提供了证词 但现在面对同样的问题 却有什么都不肯讲 其实这些顾客 一直都想铲除狼人 行动当天 杰克和大卫刚好路过这里 他们见此便故意驱赶二人 使得二人变成诱饵 吸引狼人现身 后来在面对警察的询问时 他们集体编造谎话 成功骗过了警察 以及贺奇 某位男子 本想提醒贺奇 小心大卫 但却被其他人阻止 贺奇意识到 这件事不太寻常 但又没有头绪 因此只好作罢 今晚爱丽丝要上夜班 因此家里只剩下大卫 大卫正在百无聊赖之际 忽然发现 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异样 原来杰克说的都是实话 大卫确实受到了狼人的感染 在经历过一阵巨大的痛苦后 大卫终于变成了一只 惨暴的狼人 很快就有一位无辜群众 死在了他的攻击下 回到贺奇这边 贺奇在与爱丽丝闲聊时 得知了一些事 因此猜到酒吧里的人在说谎 如果假设 大卫他们真的受到了狼人的袭击 那么一切就都说得通 此时变成狼人的大卫 一直在城市里寻找猎物 每一会儿功夫就有多位群众遇害 只有一位女士因为点了蜡烛 而捡回条命 原来狼人害怕蜡烛的烛光 天亮后 大卫终于恢复了意识 他发现自己浑身赤裸地 躺在医院的狼窝里 为了返回爱丽丝家 大卫想尽了各种办法 甚至不惜忍受众人的鄙视 穿了一身女装 索性一路上有惊无险 贺奇从报纸中得知 昨晚有多人遇害 因此委托爱丽丝 一定要将大卫带到医院里 此时的大卫极度亢奋 对于昨晚的事 他没有任何记忆 在赶往医院的途中 大卫无意得知了昨晚的凶案 此时他终于开始相信杰克的话 也许自己真的是狼人 不然为什么不记得 昨晚发生了什么 为了防止更多人遇害 大卫主动向警察自首 请求警察将他关起来 然而警察根本就不相信大卫 毕竟这种事太过匪夷所思 为了防止伤到爱丽丝 大卫只好选择告别 独自离开这里 贺琪医生知道后 立刻请求警方寻找大卫 为了使警方重视起来 他还明示了大卫狼人的身份 不过警方依旧不肯相信这些 随便敷衍了两句 就当这事已经过去 绝望中的大卫本想自我了断 但又下不去手 此时杰克再次出现 将大卫引到了电影院里 原来大卫昨晚杀死的人 已经全部变成了刑尸 如果大卫还要考虑 那么受害者还会继续增加 几人请求大卫一定要鼓起勇气 为了让大卫克服心理障碍 他们还探讨起了大卫的死法 因此忽略了时间 越远后 大卫不受控制的再次变成为狼人 开始在电影院里疯狂屠杀 普通人完全不是大卫的对手 警卫也好不到哪去 很快大卫就突破封锁 冲到了大街上 在大街上再次展开屠杀 幸好警察及时赶到 将大卫逼近了死角 爱丽丝听到大卫的消息后 急忙赶了过来 他本想通过爱情的力量 唤醒大卫的理智 但无奈大卫听后 依旧无法控制自己 警察为了保护爱丽丝和街上的群众 只好将陷入疯狂的大卫射杀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我是奥雷 咱们下次见